为莫及了 邓丽君 他独特甜美的歌声 聊拨着情感的心弦 永远在人们心中流淌 他带给人们的 不只是甜美的音乐 更是一段永不消失的记忆 本期新人报道 请来音乐剧 爱上邓丽君剧组的主创人员和主演 让我们一起聆听 内地小邓丽君王金的演唱 回忆邓丽君的 经典曲目 感受爱的力量 时尚资讯新上首发 新人报道 大家好 我是浩哲 大家好 我是彦池 我特别想问一下 其实因为每个人的心当中 应该都有自己 非常喜爱的一位歌手 或者是一位艺人 对 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觉得哪一位 是让你最为之感动 而且不能忘怀的 这样 我不说 我唱好不好 人时光匆匆离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知道谁啊 唱的还是不错的 当然如果我不知道 我想应该所有的观众都会说 这个主持人在干嘛 对不对 邓丽君小姐 我相信应该是 心中的女神 心目中的女神 而且不只是在咱们大中华地区 包括整个亚洲地区 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然后我记得之前 我有上过一次综艺节目 然后我也是 抱着膜拜她的心情 去有唱过一首歌 不过是上海话 上海话的夜来香 对不对 跟暖风自来清凉 自乐三郎像我三郎 我觉得上海话唱 也还是蛮有感觉的 真实上啊我不知道标不标准 但是这个神韵是到来 但是你知道吗 邓丽君小姐的这个神韵 还是很难抓住 很难琢磨 对 之所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会聊到我们心目中的这位女神 是因为呢 就有这样的一部非常棒的音乐剧 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那今天呢我们也很有幸 把所有的主创人员 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来欢迎大家 欢迎 你好你好 主持人好 首先是这部音乐剧的这个制作人 李登先生 谢谢 欢迎您 欢迎您的到来 之前我们听说过 你有参演过很多的 这个制作过很多的音乐剧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 有这个白蛇我知道 对 然后我觉得给我的感觉 您创作的都是一些 很具有中国古典情怀的东西 没错 没错 我是要做中国的原创的音乐剧 对 所以你是不是对我们本身 中国的一些古典文化 包括一些神话 都很感兴趣 我觉得这个时代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我觉得 中国音乐剧的大时代 真的是到了 而且不单单经济焦点在中国 我觉得在文化上 在现场娱乐上也在中国 我觉得这个时代 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对 就是从白蛇传 西施 邓丽君 对 我觉得你取的名字 都是很有诗情话语 包括这一次的叫 爱上邓丽君 没错 没错 我想每一个人 就是热爱音乐的人 我想很多人 就是可以会爱上他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位 我想 我们的主演 王静 我觉得从你的这一身 服装造型上 服装造型 我会觉得说 仿佛看到邓丽君的影子 能不能介绍一下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这一身衣服是音乐剧中的 其中的一套 其中的一件 对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有时候去KTV 我们有时候看到邓丽君 以前的一些MV 都是以他演唱会的形式出现的 我觉得好像他当年也会穿这样的衣服 你们是有这样的设计吗 对 是在以前 就是风格上不会改变 但是新加了一些现在的元素 你觉得哪些风格你没有改变 比如说金光闪闪的呀 还有这些比较古典的 尤其是那个 就是半透明的那种 像蕾丝一样的材质 但是我看到其他地方 还是有一些新的元素 所以我相信 由你来这个演绎的话 是不是会有一种就是 时尚与古典的结合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想冒昧问你一句王静 因为我看着你很年轻 今年多大 方便讲一下吗 十九周岁 十九周岁 这是九零后 九零后如果再是演于邓丽君的话 是很难猜到他的这个神韵 对 这个爱上邓丽君就是八零后 九零后爱上邓丽君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你是几岁开始喜欢邓丽君的 小时候 六七岁的时候听过 听过邓丽君小姐的歌曲 你听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邓丽君的首歌 船歌 船歌 对 船歌 能唱两句吗 船歌 好 那我唱一句吧 对 我想先听一下 船歌 别让我唱 就轻轻的唱了两句那种味道 就仿佛他们带到那个意境里面去 所以雷年轻以后 还敢在KTV唱邓丽君的歌吗 好吧 我飘过 我是浮云 因为他真的 他每次去KTV的时候 必点邓丽君的歌在唱 真的我也有说 对 因为你知道吗 其实邓丽君的歌是朗朗上口的 就很多的人都会唱 但是能抓住那股神韵的人 真的极少 但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 我真的觉得 这么年轻 真的会有那样的感觉 还是真的很难得的 对 咱们先和王靖聊到这 因为跟您真的有太多话要说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 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主角 对不对 男主角 所以想起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刘令飞 我在这个音乐剧里面 赤眼周末之后 所以您这个造型是自己设计的 还是因为这个剧中这样的 就很旁客很摇滚 按说邓丽君那种戏中 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给我们的事 对 我平时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角色比较颓废 对 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别人的认同感 或者他一直想寻找自己的理想 像一个年轻人 80后的一个年轻人 对 我知道您之前也是参加过一些音乐剧的演出 这一次的这个音乐剧 跟其他最大的区别 这一次是我参加的最大的一个制作的一个音乐剧 然后最关键因为有邓丽君小姐 她的歌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就是和其他所有的音乐剧 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 你之前也有演出过一些音乐剧 对不对 对 之前也有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之前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有有很绅士的也有 哦 也很 或者是也有那种个性的那些 请问之前有你这样个性的胡子吗 对 之前可能没那么多吧 是专程为了这部音乐剧而流 而流 打造这样一个造型 还有个个性的胡子在这儿 对 真的吗 那个 对 那个只能私底下 我觉得我们最个性的是我们音乐总监 老仔先生您好 欢迎您 对 欢迎您 这个一看就是音乐人的造型 您真的是大名鼎鼎 因为我有看过可可西 激励 对对对 这是05年的时候 那时候写的一部电影 还有你知道吗 亚运会的主题曲 是吗 对 去年 去年亚运会 哦 这个我是孤陋寡闻了 是 重逢 所以您一直都是在做这个音乐的这个创作 原来我是学会计的 哦 这个会计 完全跟这个音乐人是联想不到一块儿去的 对啊 因为我是浙江人嘛 那时候离 就是容易很容易 最早邓丁军的歌曲刚进入 对 中国的时候我就拿有那个卡带 这个我们音乐剧里有那个情节 一个一个一个那个砖头录音机 当时我们就这么听了 就在家里就是那种小型 对对对 其实我最早是喜欢戏曲 喜欢京剧 后来一听邓丁军的歌以后呢 觉得自己要搞流行音乐 是吗 对 后来就学习一套 反正就对我的印象是特别的 我觉得您学了特别多的东西 首先那个会计 让我觉得特别匪夷所思 如果再让你做回他会计 你还会嘛 最理账 对啊 我估计这个企业就惨了 所以这一部音乐剧当中 您的音乐 这一次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影视配乐 唱片这一块儿也做过很多 其实上海现在最近播什么 播我遇上妈呀 那个我有看的 对 那是我的作品 因为我其实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嘛 你得多看 对 铁梨花呀 铁梨花我也看 陈树德讲的那一部 对对对 对啊 我都看的 所以后来 其实这部音乐剧 是我第一次写的 就是去音乐剧 我跟那个李总 李顿老师很有缘分 第一次见面 喝了一顿酒 就把这设定了 是吗 对 其实我们这音乐剧 它不止我一个人 它是一个团队 有百老汇的Daryl 也是很有名的 在得Tony奖的 是吧 完了再加上我们本身就有 很浓的这个邓丽君的琴 琴节在 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呢 刚开始也是诚惶诚恐 所以就是喜欢 才会爱上这部剧 其实你知道吗 他刚说那个词 我特别赞同 诚惶诚恐 因为那是一个女神 对对 我们要把她拿到 我们的作品里来 一定是很忐忑的 对很忐忑的 完了那个 也是很纠结吧 应该这么说 那就是 因为每个时代 对对邓丽君的理解 都是不一样 对 完了 而且你音乐 都一直在发展 完了 我觉得把自己 最大的诚意 或者你的 最好的实力 发挥出来 我觉得就可以了 邓丽君 他独特甜美的歌声 聊拨着情感的心弦 永远在人们心中流淌 他带给人们的 不只是甜美的音乐 更是一段 永不消失的记忆 音乐剧爱上邓丽君 以邓丽君的歌曲 作为从始至终的 串联元素 讲述了画凡人间的邓丽君 帮助周梦君 一位最新音乐 却在理想和爱情面前 迷茫的年轻人 最终找到真爱的故事 邓丽君来到人间 用歌声为周梦君 指点迷津 引领他看到生命的光辉 经过这段奇幻的经历 他也真正悟到 真爱是情歌的灵魂 能够穿越时空 去向永恒 而这正是邓丽君 透过他的歌 和短暂一声 绽放的光芒 告诉我们的真谛 音乐剧爱上邓丽君 主创人原有 编剧王慧云 曾编写过著名电影 色戒 卧火藏龙 饮食男女等 制作人李顿 被中国媒体誉为 音乐剧先行人 曾制作过音乐剧 白蛇传 西施 蝶等 在国内外都享有剩余 中方音乐总监 老仔 曾为东风雨 可可西里 等影视剧 创作音乐 此外 还有不少 国际音乐剧大师 参与制作 阵容十分强大 那么 这部音乐剧的 创作灵感 来自哪里 背后 又有什么精彩的故事 本期新人报道 精彩 正在上演 现在言归正传 还是要了解一下 这部剧的 处料的一些内容 好不好 我们先问一下 这个李顿先生 我觉得应该先想一下 就是怎么会想到 去创作这部音乐剧 邓丽君这个音乐剧的想法 是跟上海有很深的关系 对 当时那个年代 对上海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那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 他有温暖 有柔软 有理解 那时候 但是95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深圳 我也做过组织 是吗 对 同行 同行 短短的同行 就是说 国际艺术节 然后 中间的时候 旁边有人说 95年的时候 说邓丽君去世了 我说谁 他说邓丽君去世了 当时我就觉得 我的血液 从脚底下流走了 空了 人空了 这时候呢 就被推上去了 还要说呀 继续说 还得主持呢 还得主持 对 后来我就讲 邓丽君小姐去世 全体观众就起 对 一千多人全体起立 然后后半场的演出 就整个就是 自发地纪念邓丽君的歌曲 就整个就是改了是吗 后来的流程都改了 对流程都改了 但是那时候呢 我就 我就 就有一个巨大的遗憾 留给我 我觉得这个遗憾不是我了 是对中国人 对华人来说 他没有来到这个土地 然后他就离开了 我觉得 我说我一定要让他魂归故里 就是一定想办法 当时我就觉得用音乐剧这种形式 但是世太走了这么多年 然后就是去年吧 我跟邓三哥也是一见如故 对 他就 他说 你找谁写编剧 我说找王慧玲 他说王慧玲 他写了吗 我说已经开始写了 他说我没同意 你就找他写了 我说我相信你会同意的 三哥说为什么 他说太多人找我了 日本找 香港找 他说为什么 你相信我一定会给我做呢 我说因为我真诚 邓丽君在你的内心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是女神 神 是老师 是引领我审美的一个老师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里 他给了我很多审美 到现在他说 李顿你的老师是谁 我说邓丽君 对 其实现在也是 他太完美了 心目中的一个位置在那 永远是没有人可以去取代 对 就任何一个艺术家 很难情和表达 完全统一 但是在邓丽君小姐那里 完全统一 包括她的咬字 她的气息 她的一种内心里面 散发出的一点点的光芒 都细腻至极 让你无懈可疑 这种情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十几岁吧 对 那时候也是听那卡带 对 我第一次听 因为我母亲是上海人 咋爱你 然后 对 那时候听到要关窗关门的 但音乐制作人说 他听的时候 你要躲在被窝里面 对 那要出事的 是吧 要举报的 我们要听电台 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大环境 是不是 对 没有办法 对 所以你刚刚讲 它是一股 另外的一种血液流露 当年对这个小流氓的这个评价 我就占了好几项 第一呢 留长头发 长头发 第二呢 要来一把吉他 第三呢 要做录音机里 要放在邓丽君的歌 所以三种你都满足了 实际做这个音乐剧呢 一呢 是向邓丽君小姐致敬 对 第二点呢 向知青致敬 就上海很多知青在北大荒 下乡到北大荒 对 包括有一部电影 《田地蜜》 对 其实也是那个年代 以那个年代为背景 所以说我们设定了 周梦军是生在北大荒 他是上海知青的孩子 上海知青到北大荒 跟本地农场的姑娘 相爱了 是邓丽君的歌声 让这两个人相爱 然后有了小的生命 但是呢 返程回来了 上学了 就再也没回来 也不知道 这个小的生命 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然后他的母亲 就孤独地 只有邓丽君的歌声 陪伴他 把他抚养成人 然后他再次来到 上海闯门天下 故事就这样子 说的我都 没法听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在听下去 节目感觉没法做 对 我是觉得您这个 为了这部音乐剧 之前 多长时间 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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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大家完全 不会解释到 这十六年 跟他女发生 对对对 十六年 在我心里 酝酿了十六年 怎么做 怎样讲述这个故事 我记得去年 前年跟王惠玲 在这个 政大广场的咖啡厅里面 谈的时候 他很高嘛 我们两个 从坐着 到站起来 到站在凳子上 到热泪盈眶地 谈着创意 到真正故事产生 很快 很快的时间 我们就 就达成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结构 可是筹备了这么多年 对 一直到 现在才有 对 因为邓丽君 在他心底里 也是 也是滚烫 你们是不是都 就是一直想做 可是为什么 筹备那么久 是因为 一定要做一个 特别好的东西出来 对 因为邓丽君 这个音乐剧 在台湾和香港 已经做了七八步了 已经 都失败了 都写他的传记 我们没写他的传记 我们写他的精神 对 写他对人的态度 而且你们其实是 用另外一个故事 对 把他像灵魂一样 对 对 天使 天使 其实以爱为主 对 因为其实邓丽君 我们主题就是 没有爱到不了的地方 对 然后邓丽君告诉他 所有的痛苦 都来自于深深的爱 爱实际上 你必须要给你 其实你仔细想想 他所有的歌曲 都是以爱的 对 对 对 他给人传达 对 包括周梦君对母亲 所以他母亲 从农村 从北大黄来看他 到大都市来看他 但是他呢 混得不好嘛 就不想见母亲 当他想见母亲的时候 回到家里 想见母亲的时候 母亲生日的时候 他回到家里 他母亲已经去世了 实际上很多人都这样 忙 完了忘了亲人 所以你知道吗 就邓丽君的歌 他不一定是 讲爱情的 对 放在亲情里 对 一样是可以的 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包括友情 没错 对不对 对 所以都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王静 首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理解的邓丽君 因为其实你是90后 因为跟他还是有一些 明明的差距 能不能讲一下 他在你心中的感觉 没有就是演这部剧之前 我就是感觉比较浅 只是感觉歌曲好听 然后明君唱歌比较甜 然后感情就是投入的比较多 对 然后就是通过演这部剧以后 才发现它是对每一首歌曲的表达 都是发自内心的 是真正的 不管他的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都是通过他的歌声来表达出的 但你觉不觉得压力会很大 刚开始有压力 现在呢 现在也还好 是一直慢慢地唱 慢慢地听 我怎么觉得你有一些91年 就这种90后女孩子没有的东西 我刚才也在说这一次 我在说 我说如果说在那个年代90年之后的人 去喜欢邓丽君 别人会觉得是早熟 没错 觉得太成熟了 这个人我难以亲近 他会很淡定地在那 其实我都不是 就我不是单讲你成熟 都不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 就好像你也有很多故事一样 你知道吗 可是可能你还是很白纸一般 但是因为可能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演多了 就会有这种灵魂的交错 我不知道啊 反正如果是我去演 我肯定一定是混乱的 我想我可以 他在舞台上的从容 可能成熟的演员也没有 真的 对 淡定 给我举个例子 极其淡定 在台湾演出 点唱将近15首 他从那个2500人的场地 是 你想吧 很多人 就你到处说 唱这个唱那个 他非常清楚地 要唱什么 他还要唱 掌握全场的气氛 对 hold住 这个hold住 hold住 真的是hold住了 hold住全场 您是怎么把它发掘的 这点很想知道 当时是一个选秀了 5000多名 最后呢 我们决赛的时候 王静一张嘴的时候 邓丽兰的哥哥就闭上眼睛哭了 他说 我说三哥怎么了 他说我妹妹回来 就是这样 你当时唱什么歌 这个 小城故事 能唱两句吗 别让我们流泪 别让我们流泪 请不要拍我特写 我决定闭上眼睛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仔细来聆听一下 好不好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 收获特别多 看似一幅画 听像一首歌 人生境界真伤美 这里已包括 谈的谈 说的说 小城故事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 一起来 小城来做歌 小城故事 带主我 宵导 愿意 请你的朋友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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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来做歌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晴天 不知天生公卷 今夕适合你 我与尘封归去 唯空秋老雨 嘎出不声寒 青龙青蝎 何死在人间 转出个底湖 照雾面 无影有恨 何时长相别 是缘 别是缘 我想再问一下我们这个李顿先生 刚刚讲了一下王静是在一个选秀当中 发掘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新星 那么我们的这个男主角呢 也是全国 也是全国 全国进学 对 他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 他是不是你一眼就看中的 一眼 也是一眼 你看中他什么 他这个性格 他一进来 我和王慧玲就对演 我们俩就 就是那种不谋而合 对 就是他了 这是很难的 亲照不宣了 对 其实很多东西面试 然后他的个性 他的那个 他也是搞音乐出来 他也自己写一些东西 周梦君也是一个作曲 但是不得志 我们俩一看见他的个性 就觉得就是他了 所以他是有很多感触的 然后他也学音乐 是一个知情 这样 在我们现场今天 跟我们来一场对手戏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 不 他不是我父亲 我父亲从小就去世了 我母亲从来没有说过 他考上了大学 他的世界变了 他不知道有你 你母亲这么做 不只是因为爱你父亲 更因为爱你 他不要你和他一样 在无止境的等待中长大 他忘了他是个男人 是个父亲吗 他就这样抛下我和我妈 他忘了他是个男人 是个父亲吗 他就这样抛下我和我妈 不知道有你 你母亲这么做 不只是因为爱你父亲 更因为爱你 他不要你和他一样 在无止境的等待中长大 他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我却只是一心想往外逃 你知道吗 多少个寂寞的夜晚 他一遍又一遍地听着你的歌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一切却已经太迟了 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 我不想再看了 人生除了残酷还有什么 你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就不是一件残酷的事吗 所以我要带你回到生命的起点 我要让你看见 所有的痛苦都来自深深的爱 这一段就是您觉得是最精彩 让你印象最深的 是精彩当中其中一段是吧 就比较感人的就是 其实他还忘了说一句台词 我觉得是这句台词是 我觉得是最最感触 能够 对就是就是所有的 每一句 所有的痛苦 就是最后 对后边的 都来自于深深的爱 我们让那个王靖再说一次好不好 对 你就这样说一遍 所有的痛苦 都来自于深深的爱 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的场地受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就那么好的去感受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 还是应该去这个 剧院去看 对的 而且我特别想听一下 他唱摇滚版的 邓德军的歌曲 让我们观众一起先听一下 对啊摇滚 对 那就唱一首那个 是老仔老老师把那个甜蜜蜜 把他用了甜蜜蜜的词 但是把旋律全部就 全部都改了 好耶好耶好 很期待 甜蜜蜜你笑得多甜蜜 花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梦里见过你 笑得多甜蜜 是你是你还是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一时一时想不起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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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eresa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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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eresa 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 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 对 再来问一下老仔老师 就是在创作这个的时候 能不能再说一下 比如说你的这种灵感啊 包括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您的这些曲子 在这个剧的时候 我当时我在想的分四个方面 音乐上 一个是原汁原味 因为邓丽君的东西 大家听得特别熟悉 你说在邓丽君 去唱一个颠覆性的东西 人家就觉得不成立了 对 还有呢 周梦军他们 以他们的理解 一个是改编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呢 就是颠覆性的 就是一个是原汁原味的 一种颠覆性和改编的 这两种 还有一种就是新创作 像这次主题歌 《没有爱到不来的地方》 还有《只为一首歌》 有很多就是 不至于观众来一听的 就感觉有点像 邓丽君歌曲演唱会这样 我们不想完全这样 这样的话就 音乐会比较丰富 对 其实是这样的 我感觉到每一位 登真的都是对邓丽君 有一种爱 热爱 对 就是那种 血液里流淌的 都是这样的感觉 你们两位本身是学什么的 像王晋 你本身是学什么的 我是学戏曲的 《刀马蛋》 你是刀马蛋啊 你觉得这个戏曲的经历 给你现在去演绎 邓丽君的这些歌曲 有些什么帮助吗 比如说 用大嗓子去唱 还有一些舞台上的一些表演 就是一根线串联下去 它不会断掉 我感觉到一个问题 您的嘴呢 是属于樱桃小嘴 蛮小的 但我感觉你的后面 应该是开了个大嘴 就是应该叫蛇关打开 对 牙关打开 是这样吗 我感觉到 你说话虽然小小的 但是后面有一种 自带的这样的感觉 是这样吗 是 因为邓小姐她唱歌也是 后腔感觉是圆圆的 很圆圆的 对 你知道吗 邓丽君的嘴巴也不大的 就大家都是这种 发音的这种方式 位置 所以会不一样 难怪那么动听 我好多朋友看完演出之后 她都问我 她说是不是假唱 是不是你们录音 对 都是真的是 就是现场 是不是你们放的是 那个已经录好的 我们杨安她还要轻唱几句 以示证明 对 对 你看太像了也烦 真是 对 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在咱们这个排练啊 包括组织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啊 不可能一帆风顺 就你比如说她俩吧 想走进这个人物 然后这么小的年纪 要有邓丽君的那种 那种状态 这个是太难的一件事了 然后呢大段的台词 台词唱 她们还要跳 还要背那些旁白 对 那几个月 真的是快疯掉了 怎么帮她们 她们脸色都是轻的 真的啊 对 而且每天就是 天天在一起摸戏 因为我们好几组呢 两组 两组 对 然后就不停的刺激 然后导演是个美国人 对 桌椅是和托尼奖的 对 然后惠玲呢 就像妈妈一样 一会儿给这个暗监 是吗 监内除除被 没办法 为了要达到最佳效果 对 真是一个 然后慢慢地引导她 走进这个 周梦军的世界里去 就告诉她 周梦军对母亲 对邓丽君 邓丽君是 就让她尽早地成熟起来 问题太多了 因为两种文化的融合嘛 你看美国导演 嗯 然后这个 讲述中国的故事 对 表达中国的这种情怀 对 这个 但是有王惠玲在起程转合 您在当中 会为她们做一些什么 我帮忙她 我就是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我感觉你说话就很有积极性 哈哈哈哈 对 就 所以跟您当做 当过主持人还是有点关系 不停地忽悠 要 你就不得忽悠 因为做主持人你必须现场调度嘛 对 是要掌控全场的 对 因为音乐剧 做一部音乐剧能做十部电影 因为它太难了 嗯 而且我觉得你做事 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对 是挺较真的 就是 就是在这个状 一说到邓丽君 我就会很严肃 我平时特别能开玩笑的 是 一说到他我就会 而我们团队都是这样 只要我们一工作起来 就进入状态 就是那个 而且一路有很多奇迹 很多感动 他实际上奇迹之一了 他也是奇迹之一 就是 不可能的 变成了可能 嗯 不行的 变成了行 说的啊 我没有这么喜欢 我们俩能加入进去吗 能能能 我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我演演配角之类的 我是这么想加入 我们真的爱不需要约她了 一说 学过戏曲的话 我在跟王惠临 仇步一步那个 《青城之恋》 张爱玲的《青城之恋》 是吗 我看过 我特别喜欢这种 合适我们的角色啊 必须 我觉得你唱得也不错 你敢把《青城之恋》 我刚才说 你怎么敢唱呢 你知道吗 其实真的 不管咱们俩 能不能够 包括其他人 可能想加入 加入不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看的时候 也能已经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最关键的一点 所以说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咱们在上海的上映时间 包括地点得告诉一下大家 对 10月到27号 28号 29号 三天 只有三天 因为我们这个戏要 可能要助演在敏航区 对 这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时间 可能在上海长期要助演 地点 那蛮好的 地点呢 城市剧院 城市剧院 每天是几点 七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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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去 这个不行 不能用感兴趣说 如果大家想去膜拜的话 就一定要去 我们这个城市 怀念心中那个女神的话 而且目前反正最开始 也就三天 对大家选好时间 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 请去 我想问一下王静啊 就是说 你是一张嘴唱歌的时候 就是邓丽君这种感觉呢 还是你故意去模仿的 应该是一张嘴就比较 因为我 对我妈妈当时说我像 那时候我十五岁 我没有感觉 有点转世的感觉 我还想问一下 这有一传的原因 你妈妈会唱邓丽君的歌吗 我妈妈会唱李谷义的歌 我也不一样 对 我觉得我同意 虽然咱们现在是这个 唯物论啊 但是您刚刚讲 那个起码是一种感情上的东西 因为我第一个创意就是 95年在上海出生的小女孩 然后呢 就是 一张嘴就像邓丽君 咬四的说话 有一点转世 我现在写了一个 80后的男孩和邓丽君 在梦中有一个穿越的故事 穿越的 对 这两个 她呢 她也是90后 没错 也是那个时代的 对对对 说不定真的唱好了 会是下一代女士 没错 真的 你前途无聊 也希望你们这一次 就该你唱 对的 演出能够成功 谢谢 那在这个最后呢 我觉得四位啊 应该在一人说一句话 对这部剧最深的一个体会 最深的体会就是 没有爱到不了的地方 没有爱到不了的地方 黄季 嗯 用剧中的一句台词吧 嗯 所有的痛苦 都来自于深深的爱 嗯 刘令飞 嗯 就 大家如果觉得 呃 晚上想找点乐子来 来娱乐一下 我觉得就 得来看我们这个戏 我看你就挺娱乐精神的 哈哈哈哈 烙仔老师 如果你爱邓丽君 你就看爱上邓丽君 哎 这个好 这个好 其实歌的四句话里面 都是有爱的 啊对 围绕着一个字的爱 这个好这个好 如果你爱 就去欣赏爱上邓丽君 爱上邓丽君 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啊 再给我们来一首 对 我们听着你的歌声 结束我们 今天的这个专访 你唱你看唱好不好 那我唱一首最经典的甜蜜蜜吧 好呀 好 好 好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谢谢 谢谢 谢谢